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说明一点 后双轮肯定比后单轮要安全性上来讲肯定会好一些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后双轮如果破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还能支撑 对吧 那么万一发生爆胎 它的安全性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常识 但是其他方面呢 它比这个后单轮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我曾经说过 沉重要好一些 因为它双轮嘛 对吧 因为防守都比较重嘛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相对来说它的沉重性能要好一些 那么你在车上面行走也好 或者你在车上面活动也好 不会有大频率的一个震动或者晃动 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如果说就因为这一点 你去纠结你的这个房车底盘选哪个好 我看也不是特别必要 你就非要纠结说我这个车我必须要考虑后双轮 不是后双轮的车我就不要 那么这个好像也有点勉强 因为我也没有听说有很多车有什么 它的这个车呀 因为这个后轮爆胎 产生什么危险 或怎么着啊 没有大规模的听说 也许会有 但是也是很少的 那么我们再退一步说 虽然说后轮是双轮有一个安全保障 各方面会更好一些 但是你的前轮呢 前轮不是双轮啊 对不对 那前轮爆胎是不是一样危险呢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甚至更危险 对吧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考虑一些问题啊 很多人都是那种极限示威 万一怎么样怎么样啊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很多事情啊 我们很多担心的事情啊 大概率的都不会发生 可以说90%以上都不会发生 都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瞎操心 瞎担心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呢 其实你在选择这个B型房车底盘的时候 或者选择你的C型房车底盘的时候 不必太过于纠结这个到底是要不要后双轮啊 这个呢 其实呢 也不是那么那么的重要 或者说是一旦有说什么危害 那么那么可怕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夸张了 我只这么说啊 那么可能有的车友就说啊 你这个说话不负责任啊 肯定后双轮会更好一些 是是是是 但是如果说你上升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yes 或者no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啊 没有后双轮我就 这次我就不考虑了 那么我觉得也是有点过度了啊 有点过度担心了啊 其实也没有太大必要啊 我看了 我拍这个视频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纠正一下以前我自己的看法啊 因为以前我我也是这种 如果没有后双轮我就不考虑啊 这么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现在反思一下 其实也未必非要有这种考虑啊 没有后双轮轮车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也不必过于担心啊 你只要正常的行驶啊 经常的检查一下你的胎啊 胎的磨损情况啊 有些事情真的不像你想象中那么那么可怕啊 好 OK啊 关于这个房车底盘 后双轮的这个事情呢 我就说这么多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